产品长按两秒开机 灯光会闪烁三次 这表示产品已经正在工作当中 工作当中我们可以清除一下这个产品 灯亮了表示它正在正常工作 在正常工作当中 它会每隔五分钟闪烁一次这个黄灯 全滑闪烁之至一个小时之后自动关机 也可以长按两秒手动关机 如果这个黄灯不亮 那么有可能是工作一个小时之后自动关机了 或者是产品电量不足需要即时充电 那么我们可以重新长按两秒 尝试一下能否开机 如果能开机表示它是一个小时工作时间到了 自动关机了 如果开机不了请充电之后再尝试一下 一般我们这个产品充电两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 充满之后可以工作四到五个小时 所以我们下转了 再次请充电三个小时之后 接充电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下转了 然后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